我又买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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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多东西 其实呢 这段时间呢 有好多朋友就是都会私信我说 要来找我玩 找我港海 后来我想一想 厦门 老师问我厦门哪里玩 我也不知道哪里玩 过来的朋友 如果有过来 我就带你们去露营吧 帐篷其实我也有 但是我又多买了一个 然后这个是桌子跟椅子一套 这是一个烤酱 烤酱我又买了 其实也不用买 还有好多东西没到 然后这些锅碗条粉呢 其实我以前也有 但是又买了一套新的 就想着说 如果那个人多嘛 人多就可以就是多一点 比如说这个小炉可以煮茶 那个小炉可以烤 那边可以煮 我们这里挺方便的 直接叫一下外卖 菜啊啥啊 海鲜都给你送到海边来 这是一点好 因为你们老师问我要去哪里玩 我也不知道 然后 挺多人说要来找我玩的 不过都没有过来 有的人说我 不然我这周六过来 但是到后面都没有过来 但是没事我背着 比如说以后有什么朋友啊 像秋子他们过来玩 我带他们露营去 或者说带一下我们家的小孩子啊 都可以 我还买了一些蟹融 就是 网螃蟹的那一种 那种就可以 就是说 我们到时候边网一点螃蟹吃 然后边喝着茶 煮的东西 煮饭也可以 我也有锅 只要把米给带上就可以了 外面店员也有一个 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到 像如果想钓鱼的话 自己带上鱼干就可以在旁边海钓了 如果自己不会钓 想看别人钓鱼 我也可以约上我的朋友 让他们去钓鱼 我们在旁边做的鱼吃就行 挺方便的 其实我还挺喜欢露营的 之前老师跟朋友说要去露营去露营 但是都没有实现 他们也都是这里买那里买 买了好多 像我买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买一点海鲜的话 可以直接烤海鲜吃 或者说我把锅带上 卡士卢带上 然后直接在海边我们就可以 海鲜嘛 就涂一个仙字 我们就直接姜放一放 水 有时候水都不用放 像花隔如果歪上来的话 放个两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吐沙是没问题 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 这个帐篷为什么 我自己有帐篷又买了 我家里已经有一两个帐篷了 这个帐篷是带天幕的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 小孩子嘛 有时候风大 应该房间再小一点 弄一个储藏间出来了 对吧 有道理 当时没想这么多 没想这么多 就想到说三房一厅 刚好三房一厅够住 那时候就要刚好我们一家私口就够住 这样子 所以我们家现在乱七八糟了 也没办法 买了好多 还有好多没有到 看到啥我都想买 电子我也买 什么都也买 还有那个充气的那个床 我们家都有两个 是吧 对 我刚刚差一点又想下单了 就看到有一种就是 按一下就可以自动充 自动漏气的 我买的那种是好早之前买的 都还要自己用电源充 还要那个 自己手压把它排气排出来了 那个我就觉得挺麻烦的 但是其实你看买这些东西嘛 说真的 能用上几次 收拾的时候就够你呛的 到时候这周末吧 先带着小孩子去体验一下 昨天我女儿在说 你妈妈你买这些东西要干嘛 我说我想去露营 她说那你去露营你就得带上我 我说行吧 那时候周末的时候带小孩子先去体验一把 所以但是 到时你们如果大家要过来玩的话 我也带你们露营去啊 如果退潮的时候 咱们可以下去海边去赶海 抓上来东西咱们也可以现吃 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大家会比较爱玩 所以如果我要去哪里玩 我真不知道 你说在厦门到处走到处逛 就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干嘛咱们就不走了 偶尔停下来休闲一下 还更好啊 然后玩累了腻了 不想露营了 咱们也可以说去逛一下 其实这样子挺好的 海边露营你说 影响一带在那里唱唱歌烤烤 烤烤海鲜 其实真的这个挺舒服的 然后你说要煮饭要煮菜 其实我都可以 这些都带上 货备箱够大够容量 反正都可以装上 不然有时候真不知道去哪里玩 说了好几次要露营露营 但是就是没有实现 包括跟乐妈他们也是 从疫情之前一直约约到现在 还是没去几年了 都没有一次去城的 就哎呀 反正到时候再看吧 先买的 如果有朋友过来 我们就可以去玩 方便嘛 露营学就挺好玩的 我看我朋友天天在那里 放个地龙 然后吃吃一点 煮一点海鲜吃 然后在那边喝点茶 聊聊天吹吹牛挺好的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挺好的 好了 我现在出去外面溜达一下 我们两个天天窝在家里面 有时候真的也不知道干嘛 小孩子都上学了 就无聊了